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卓越使你被看见 有一个故事提到 有位银行职员 名字叫做华特森 有一次他为了做一份金融报告 去拜访一位公司的总经理 华特森说明来以后 对方只跟他说了一句 我在他说一句 替12岁的儿子收集邮票 之后呢 便摆出了一副 根本不想交谈的样子 因此这一次的会面 很快就结束 而且毫无结果 华特森回去之后 便一直苦思 下次去拜访该怎么办 突然他想起那位总经理 提到儿子在收集邮票这件事 他也想到银行里 好像也有同事在做邮票收集的工作 而且收集的邮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于是他便赶紧去找那位同事 并且拿到了一些很宝贵的邮票 第二天下午 华特森又再次地去拜访那位总经理 到了之后 他请秘书转话给那位总经理说 他带了一些邮票来 想要送给他的孩子 果不其然 华特森受到总经理热烈的欢迎 并且面带笑容地向华特森打招呼 当总经理欣赏着那些邮票时 嘴里还不断地说 我的乔治一定会喜欢这张的 你看这张 这张邮票可是真品呢 接着呢 华特森与这位总经理 便花了半个小时多讨论 谈论邮票与他儿子的事 结束后 总经理又花了一个多小时 提供华特森所需要的资料 不但把他一切知道的都告诉华特森 并且额外给了他许多实证 数据 报告 以及档案 使得他在银行的金融报告中 有很亮眼的成绩 以及独家的内容 亲爱的朋友 从华特森的身上 我们看见一个卓越的特质 为了顺利达成任务 他展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度 不只求达到最低标准 还愿意为人多走一里路 这使得他得到那位总经理的肯定 并且在工作上也有亮眼的表现 在圣经上 耶稣曾说过一句话说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路 当时的背景是古罗马士兵 徒步经过一座城的时候 他们可以依靶 要求他能帮他们背盔甲走一里路 走完一里路后 他们可以再找另外一个人 但耶稣却说 如果有人要求你走一里路 你要超出他们的预期 多走一里路 这就是一个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态度 亲爱的朋友 你渴望在工作上有更好的表现吗? 你期待自己成为老板 主管所欣赏的人吗? 让我们多走一里路吧 一个卓越超群的人 他的表现就会超出别人的预期 而不是只做自己笨内的工作 只求达到最低标准换取薪水 今天让我们一起迈向卓越吧 当你在所在的领域 有一个积极进取的态度 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跟挑战时 相信你将会经历到上帝的祝福 并且在职场上脱颖而出 望迹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士林灵粮堂祝福您平安喜乐